大家好 现在零下青铜峡市 这里有一个银河早晚市 人多热闹啊 我觉得我要进来走一走 看一看 我打了个车 离我就八百米 我等了几分钟他都不来 他不来是吧 行 我就逛早市 反正他也不着急嘛 我就看他什么时候来 等他来了给我打电话 我就在这边玩一会啊 这边卖的是这啥 核桃 我知道了 蛋糕 看一下这个葡萄 有青葡萄 还有红葡萄 看看青铜峡的地方特产啊 这边还有桃子 这应该是本地的桃子 这边是大西瓜 有点像是中卫的大西瓜 有点像 还有蜜瓜 玉米 毛豆 早市里相当热闹 现在是九点多 还是很热闹 早晚是吗 就早上跟晚上都有 这边是芒果 芒果 桃子 这桃子看得不错呀 好多桃子 哎呀 桃子的这个味道很清香啊 特别清香 这边是卖那个瓜子 就是那个向日葵嘛 这个西瓜应该是从中卫拉过来的 因为中卫那个西瓜长得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桃子很有意思是吧 都是桃子的清香味 哎呀 还有橘子 橘子都上市了 橘子一般要到秋天啊 好多中卫大西瓜 热闹非凡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青东辖市最大的一个市场 往这边走一走 我估计那个车 他来不来接我还是个问题呢 刚才我看了一下 他上面说有乘客 我先不管他 先我在这里玩一会儿再说 萝卜 花菜 大蒜 玉米 这里就逛到这里了 我要开着往外走了 他那个车要是不来的话 我还得给他取消点 取消点有可能还要扣钱 银河早晚市 就是早上和晚上 他这边人还喜欢喝早茶 早市在东北也比较多 因为这边开始马上就要 离东北还远着呢 好久没有逛过像这样的大市场了 这个市场目前我逛的这条街 主要是以卖水果为主 它里面应该也有卖菜的 就是应该全部都有 所以说种类还是比较繁多的 热闹非凡 我走的这条街都是瓜果的香味 特别的清香 又走出来了 我得赶紧研究一下 从这里去下一个景点 因为刚才那个车我还没取消呢 它这个出入口就在清秀园的 其中的一个大门口 对面就是清秀园 上个视频已经拍过了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 这种选择 我不见了 你 谢谢大家